表面上它正在图示明画 实际上它是在盗窃楼上的保写箱 而涂料其实是一种烈性消极化物 盗贼利用红外测量仪 精确操散出保写箱的具体位置 当楼下的房顶也投尊正外形时 引爆器被装了上去 随着霸占着响起 保写箱禁止挂成地位 接近的快艇拉上保写箱立刻逃离 听到动静的看书很快就追了过去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真正的保写箱却在水里 此时潜伏在水里的盗贼正在盗区密码 经过不断的城市 终于他们打开了箱門 速箱跟机条承信了眼前 紧接着盗贼开始拉转 就在警察到了时 他们成功将进行运走 而潜艇上的盗贼也利用娴熟的技术 顺利摆脱了追击 随后盗贼开车逃离 可悲想到团伙之一的散彪防水了 他抢走了全部环机 刺激小帅则撑了起动车子逃跑 然而车辆撞向了护览 静止掉了 三彪又和插着水里分宽撒射 随着一具尸体浮出水面 三彪制裁停止 而其他人也等过一劫 大烂不死的他们 开始策划了一场付出计划